Fort Forest 食物森林是一家占地15万平方米和220多亩 经过浦门农业Hermaculture认证的有机农场 在入口我就留意到它们的围墙有些特别 很像我小时候在北方看到的土坯墙 感觉还挺田园的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浦门农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吧 首先是农场的食物森林 这里的草本植物是薄荷和茴香 高一些的是一些果树包括香蕉 那么更高的就是乔木类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棵是牛油果树 除此之外还有地下的部分 这是一种来自越南的芋头 植物的核心共生是农场的精髓 也是浦门农业的核心设计理念之一 下面我们就分别从三个层面来观察一下农场的生态系统 第一层就是植物与环境的格写 除了刚才看到的树木森林 农场主布克曼夫妇也很注重保持原有的自然生态 这片大麦巴里是他们1983年买下这块地的时候就有的 那时候是高了河水自然灌溉的 他们保留了这些大麦 有时用蓝酱啤酒 有时候就受了卫生口 第二层就是动物与自然的核心 远处的风房里住着传播种子的小龙手 鸡们生活在一棵大树周围的大片区域 还有自己的两居室 它们最主要的贡献就是鸡蛋 鸭子则可以自由地在田间穿行 消灭一些害虫 而羊群最主要是负责消化一些杂草 当然这些动物都同时有一个共同的任务 那就是贡献一些肥料来滋养植物 最后我们来看看 人是怎样和自然和谐共存的 先看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 这个楼梯状的铁盒其实是个饲料盆 鸡站在第一层 第二层就会打开 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老鼠或其他动物来偷吃鸡饲料 另外为了防狐力 鸡鸭活动区域周围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 外卖还加了电网 如果狐狸想跳进来就会触电 卫生和排水系统是农庄的一大亮点 洗手间和厨房都设计了很好的废物处理系统 所有的废物都经过一系列生物降解流程 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能量 因此在整个农场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闻到难闻的气味 最后就是我们的重头洗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给woofer住的院子和宿舍 墙体都是用海沙和草料做成的 墙体是由三层组成 这里面一层是草垛 第二层是塑料膜 第三层是海沙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复古的风格 这种房子环保经济 如果维护好还可以住很多年 这个品酒室则一共只花了5000澳币 一周之内就建成了 从这个样板间我们可以看到 墙体是由木桩固定和支撑起来的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接缝处不可以被淋湿 一旦进水里面的草料就会腐烂 有味道并且影响房屋的结构 如今这个农场已经有了160多种各类粮食作物 除了蔬菜以外 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葡萄 开心果 核桃和无花果的 我觉得这里已经被布鲁克曼夫妇 打造成了现实存在的伊甸园 十年前澳大利亚最大的媒体ABC 就报道过这家农场 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到这里来参观学习 并把他们这里生产的美食和美好理念 一起打包带回去 打包带回去 吃饭 吃饭 使用 几岁 吃饭 碗 赫 流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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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